也许是过分的爱 我才穿上这身举衣 告别家乡的温暖 走向远方的风雨 把所有的骨骼 都让我一人放弃 不许把铁笑颜 惊扰你的天天 你的天天的笑颜色 第21章 冷暖自知 在经济大专班筹备会上 政治处李天良主任 业务处长 宋林等领导 都主张抓住机遇 要像孙中山办黄埔 毛泽东办抗大那样的胆略 干大干好 营区现有空房不够 可以向565部队租用 不惜拿出3万元 置办桌椅教具 甚至教室内的B灯 窗帘都要考虑 招收学员在保证 本部队干部战事的前提下 可以对外招生 财政学院方面占30名 县政府方面 山区部队方面 军区后勤方面 都可以有学员参加 可见从军队到地方 人们对读书学习 普遍有饥饿感 这些主张 值得邝政委的赞赏 几个月前 邝政委率队到 珠三角学习考察 回来后清晰地认识到 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 今后部队必须两手抓 一手抓战备生产 一手抓两项投资 即智力投资和副业投资 通过智力投资 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 培养军敌两用人才 通过副业投资 安置部队家属 增加副业收入 改善生活环境 逐步把部队的生活基地 由山区向中心县城转移 两项投资搞好了 能够稳定军心 有效促进战备生产 而部队智力投资 文化建设也要大手笔才行 小打小闹是被公办 上不了档次 但其大队长却较为冷静 看样子有些保留意见 林志南也觉得应该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冷静处理 按照商议 林志南当天晚上 就藏拟了办学协议和招生减章 财经学院方面的主持人来了 叫郑成 中年男子 后脑勺很大 聪明秃顶 现为光华经济信息和人才开发中心副董事长兼秘书长 郑成自述有坐过牢 待过高原的光荣历史 送走了郑成 林志南想 该不会是皮包公司吧 林志南正在填写本部队你报名的学员卡片 其大队长进来 你的字写得不太好哟 听说林志南能够被抽调出来 参加经济大专班筹备工作 得利于矿政委的举荐 而其大队长常以机关过度膨胀为用 反对增加政治处的人员 你这次抽调出来搞筹备 只是暂时的 这项工作结束了 还是要回队里去 那里也很需要人 不过在一天就要好好干一天 算是当好准干是吧 办学协议即将正式签订了 按照协议 部队方应分两次 将十万元汇入郑城指定的账户 林志南带上部队公章和矿政委的私章 找到了正在二军区开会的矿政委 从二军区机关车队 要了一辆华沙牌轿车 两人一起去找郑城 林志南按照矿政委的要求 先上了楼 郑城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一个住宅套房内 屋内书很多 见郑城目中无人事的同他人高谈阔论 林志南就与一个帮忙的女研究生聊起来 他想从侧面多了解一些 郑城及培训办学的情况 郑城送走了其他人员 对林志南私自同他的助手谈办学的事大为光火 你这小伙子 这样做很可能导致办学破产 我认为协议应该把违约责任再细化具体一些 林志南也不示弱 你这是节外生枝 郑城有些歇斯底里 两人不患而散 我的言心给部队造成后果了吧 回到车上 林志南把疑惑等情况向邝政委如实做了汇报 没有 我就是希望你去从侧面考察一下 邝政委总体上给予肯定 但今后要注意 作为一个机关干部不能锋芒逼路 林志南带领几个人正在打扫卫生 安排教室 突然李天良主任进来让停下 联合办学告吹了 为什么 林志南庆幸自己开始预料的应验 但还想知道对方的借口是什么 说部队要大裁军了 我们的营区都要大收缩 只好停办 李天良主任回答 林志南喜而转忧 学不办了 看来又要吃回头草 继续在业务队当组员了 准干事梦破灭了 并且这个梦是自己亲手把她捅破的 周日晚林志南从而是回来 星期一晚饭后就取了刘易的宿舍 女君干宿舍她已经很少来了 特别是刘易这里 孤男刮女算是刮田里下吧 刘易的宿舍仍然放了不少书 挺着大肚子 还坚持独自考 她报了这次开考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概论 林志南还比她多了需要补考的写作 这是你要的新一期自修原地 这是刚出版的自学报 林志南把星期日在二世购买的复习资料递给刘易 刘易放下手中正在逢坠的八五式军服领章 简单翻了几下 太好了 这里面还有模拟试题 我正想搞个自测呢 你呢 看了吗 要不你先用吧 我也简单看了看 你先看吧 林志南又把提的一袋东西递给刘易 这是什么 刘易凑近一看 核桃 买它干什么 听说准妈妈吃了核桃 孩子会更聪明 我正好碰到了 为了新中国家族的革命后代 就给你买了几斤 林志南拿出一枚核桃 用手一挤 你看 皮薄 人多 比咱这山里卖得好得多 谁教你的 你家属吧 刘易长了长 笑着问 它真不简单 给你生了个聪明宝贝儿子 很满意吧 今天 李主任让我联系照相馆 准备在五一节前 全大队川新式军装照 一个大合影 你参加吗 与刘易相任相知交往将近九年 两人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一张照片上 就连住了十几天的香妹都有与刘易的合影 林志南希望借这次机会 实现这个夙愿 你看我这个样子能招吗 刘易站起来 在林志南面前慢慢转了一圈 按合影照的潜规则 像我们女兵都是蹲在前面的 我能蹲吗 那样不是太委屈 新中国家族的革命后代了吧 哎 我还听说了两件事 关于你的 听不听 什么事 要听 林志南期待着 一件事好听的 我听于静和武乐说 你代理组长搞的七日违心 立竿见影 大家有口皆碑 并且你到筹备组后 还向武乐面首基因 大讲诗人证 何行小恩小会 于静宋父母抄了价 你还在上面帮他美颜 他和张红都希望 你再回国去当组长 有这回事 林志南也不谦虚 还有吗 不好听的是什么 不好听的是 不少人反应说 林志南搞筹备办学的 反而变成拆台的 这次经济大专班 夭折 都是你处置不当造成的 马克思说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 掘墓人 你当了你自己前途的 掘墓人 于静和张红都高兴混了 把欢迎林泽东归来的 标语都想好了 林志南把有关情况 如实向刘一讲了 我何尝不希望经济大专班 能办下去 并且越办越好 但我不能不顾及 部队资金的安全 你理解吗 我当然能理解了 刘一有些惋惜 可是让新中国人民 都理解就难了 连老山英雄 都在呼唤理解万岁 把理解作为 对前线战士的 最好慰藉 林志南走出了门 刘一又喊 林志南 你等一等 这核桃一共多少钱 我给你 免了免了 算是我为新中国家族 革命后代的一点奉献吧 经济大专班停办了 但政治处仍然没有 让林志南归队的意思 李天良主任 每天都给林志南找事情干 甚至帮忙的 比正式干事还忙碌 李主任 你找我 林志南来到主任办公室 齐大队长也跟了进来 齐大队长 有事 李天良主任急忙站起来 齐大队长看看林志南 和颜悦色地说 你以前干的几项工作都棋色不大 我也认可 人们说你不务正业的看法 但这一段时间干得不错 继续在政治处试用吧 干政治处的工作 一定要正直 忠诚 齐大队长开始以试用代替了抽调 看样子他正在改变 对林志南的传统印象 于静和张红肯定又要郁闷了 说到财经学院的正程 齐大队长说 我开始就有些怀疑 他是靠两张嘴皮糊弄人 齐大队长走后 李天良主任对林志南说 大队部有一台新的打字机 几年来一直没用过 你懂机械 试着把它装起来 如果需要外出学习 我帮你联系一下县政府办公室 林志南听后十分乐意 好 学学打字 一是字不如人 咱干脆告别钢笔和墨水 直接进入办公签字化时代 二是以后再打印材料 再也不用到五六五部队求人了 林志南到县政府办公室 学了几天打字和游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又见到了那位长美人般的女青年 现为秘书科的秘书 方名叫肖丽荣 听说刚结婚不久 县正在准备考研 肖丽荣没有忘记三年前林志南 维修复印记时的情景 听起来仍然泛出浅浅红润 还与林志南开玩笑说 如果当初答应将主任同他见上一面 他敢保证他的写作考试能达到70分以上 这次也用不着补考了 肖丽荣还帮助找了一些政治经济学 文学概论和写作学习资料 传授了一些考试技巧 使林志南乐不可知 想不到学打字的外言如此宽阔 林志南觉得打字机不守排字法 已不适应汉语拼音普通话逐步推广的现实 就按自己的习惯 就把带去的打字机自盘自钉改成音序排列法 常用字仍然适当向中间集中 这种方法使他较快熟悉了字钉的位置 肖丽荣称赞他是现代汉语知识的活学活用 回到部队 政治出一名干事调往C市 李天良主任对工作职责重新做了分工 林志南仍为适用 工作职责有七项 文件收发 新闻报道含挂橱窗报纸 画报文化教育两用人才 打字电视机管理 接待 在保证各项日常工作运行的基础上 李天良主任同意林志南的建议 集中力量把新闻报道工作 首先从各业务队处是 挑选有爱好有专长的人 组成新闻报道组 当林志南把初选名单 拿给李天良主任审核时 何为 不行 这个战士不行 其他人选我没有意见 为什么 难道就因为他不假外出 受过处分吗 林志南不明白 李天良主任的用意 还不仅仅因为此 李天良主任一脸 横铁不成钢的表情 何为受到处分后 并没有记取教训 整天吊二郎当的 海洋言要杀人 粗暴地闯入邝政委办公室 大吵大闹 这样的人能用吗 我觉得我们对警卫班的战事 太不公平 让他们有二等军人的自卑感 何为小时候父母离异 他就跟着叔父住 现在又长期在警卫班 有自暴自弃言行不足为怪 关键问题是任其自生自灭 还是因材施教 林志南聚李力争 你对他了解 李天良主任态度有些松动 何为有自己的思想 尽管有偏激的一面 好好引导 仍会发挥其他人所没有的长处 比如写作方面 最终李天良主任 听取了林志南的意见 批准了新闻报道组的人员构成 林志南还请儿军区 职工部的楼文峰干事 给新闻报道组成员授课 何为不久分配到趋势班 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 写了几篇较有分量的稿件 林志南成了何为与组织 有效沟通的桥梁之一 考试越来越近了 政治处干事们 只要应付好日常工作 都可以在工作时间看书学习 办公室独立、安静 比在业务队学习条件好多了 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通用学科 还能随时切磋交流 正当复习备考的结果眼上 林志南又收到小云的信 说姑妈的腰痛病日益严重 说痛就痛 腰也直不起来 到处找医生看总不见疗效 姑妈想来二二世找大医院看看 他跟顾忠华商量同意后 就回信让姑妈在他考试结束后立即来 住房虽然是个难题 但病更不能耽误呀 考试前一天 林志南还收到了顾忠华寄来的模拟考卷 这是他在生物制品研究所附近师范大学找到的 考卷里面加了一封信提醒他考试内 要多煮几个鸡蛋吃 不能只要学习不要命 说他近两个星期没回家 儿子可调皮了 聪明的逗人 还说姑妈来的事他都准备好了 让他安安心心考试 顾忠华寄来的模拟考卷获信 给了林志南极大的学习动力 他期待着从此出发 创造全新理想的家庭生活 等林位于三岁了就送去全托 鼓励支持顾忠华也参加自考 考汉语言文学太难 就去考党政干部基础科吧 但不知道技术员职称符不符合报考条件 考试那两天 林志南负责联系部队考生的交通 和人员庆典等项工作 对刘一这名大肚子特殊考生 他理所当然给予了足够的关照 帮他看考场指引他进考试 不少参加考试战友说 就是刘一老公在现场也不过如此 林志南第一天上午的文学概论 总体上考得还好 第二天上午的写作作文部分 可能不及上次 下午的政治经济学 出一道论述题外 其他都还熟悉 估计三科及格问题不大 肖立荣提供的学习资料 和考试技巧帮了打忙 看来他的70分以上说不是空话 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九十 林志南 顾中华领着林卫鱼 在二师火车站接到了姑妈和父亲 两年多未见 姑妈已是满头蓬乱白发 面色辉煌 脸上的皱纹像波浪起伏的山川 刻满了人间沧桑 腰块弯成了九十度 煮了一根小木棍 走路一拐一瘸的 显得十分痛苦 身上穿的白衬衣又旧又皱 整个人像一盏即将烧干的油灯 再看看陪同姑妈来的父亲 白衬衣把全身皮肤衬托得漆黑 显然是刚放下农活 换了件干净衣服就上路了 林志南惭愧极了 在外面打拼十多年 家乡父老依然在受煎熬 简直让他无敌自容 志南呀 中华呀 林志南姑妈流着眼泪说 我和你爹下了车就喊 你们咋不答应呢 我还怕找不到你们啦 林志南含着眼泪 勉强笑着说 姑 爹 这可不是咱老家出门一喊 机里外都听得见 你看看 这么多人把嗓子含牙也没用 出了车站 上了矿政委在二军区机关 找的一辆吉普车 半个小时就到家了 便吃着稀饭 花生米 林志南便与姑妈 父亲聊起了家常里短 志南呀 姑妈问 我们临出门时 多子还在问 给他找对象的事有没有着落 你可要硬点心啊 多子是个大好人 不应该当绝户头呀 林志南无可奈何地笑笑 谈何容易 不好找呀 多子的事就不说了 姑妈又郑重其事地说 我们这次走的时候 要把魏鱼带走 为什么 顾中华急忙问 一个娃娃不保险 我给你们先带着 你们偷着再生一个 姑妈还补充道 现在老家都是躲躲藏藏 生了二胎 林志南 顾中华听完都笑了 原来姑妈把他们 看成了自由的农民 把儿室看成了北方农村 为了生二胎 冒着被开除党籍 军籍 公职的危险 他们不敢 也认为不值 姑妈并不罢休 你们还年轻 不知道人多有多好 我非要说通你们不可 还说如果不让带走 就在老家给林志南 领养个女儿 人多兴旺 长大了林卫鱼 也好有个伴 听起来真是天方夜谭 夜里 林志南姑妈同故中华 林卫鱼睡双人床 岳母睡地铺 林志南和父亲一起 到附近的师范大学 找熟人借铺住 第二天是星期日 在家休息一天 顾中华母女俩 已没了昨天的笑容 好像有人欠他们 什么没还一样 住房太窄了 天气又酷热 林志南同姑妈 父亲打算 明天到医学院附属医院 把病看了 就直接从室内 到王公山部队 那里凉爽 住处也好解决 第三天挤公交 一个半小时 祈求好心人让座 千难万险 到了S省医学院附属医院 告知号已全部挂完 看样子今天是不能去部队了 林志南马上打电话 告诉顾中华 电话里的声音又冷又硬 第四天再到医学院附属医院 依然无耗 转到中医附院 开了要单子 但还是想到医学院附属医院 查出真正的病因 惊托熟人关系 渴望第五天下午三点 拿到门诊号 第五天中午饭前 顾中华切着腊肉 又拉长了脸 撅起了嘴 自从林志南姑妈 父亲来的第二天起 拉脸 撅嘴成了顾中华母女的常态 屋子的空气越来越沉闷 大家不声不想吃着饭 林志南吃完后 把碗重重地丢进空锅里 见姑妈父亲也吃完 就让他们出门先走 然后走到顾中华面前 压了几天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结婚两年多了 他们老俩从千里之外 第一次走到你的门下 才五天时间呀 还是为了看病 你这儿媳妇就是这样当的 说完在顾中华胳膊上 拍打了一下 眼泪也扑沙沙滚落下来 顾中华也不示弱 在林志南身上还了一巴掌 林志南 你摸着心我想想 这两年多你都是怎么对待我妈的 你叫过他妈了吗 这日子没法过 还不如离婚 离婚二字又一次被说出和被听到 顾中华边哭边说 我妈有风湿还要睡地铺 你姑妈睡床上 晚上只顾自己 把一个双人床都占完了 又是打呼噜 又是喊痛 吵得大家都不安生 林志南 你摔完给谁看 我受不了 岳母也加入战局 你还是读书人呢 白读了 原以为岳母会劝劝自己的女儿 他的直接参战 使林志南彻底伤了心 他收拾东西 装进提包就要冲出门 顾中华拦住他 要晚上回来再说清楚 这不是我的家 回来还有什么意思 林志南只要拿提包走 与顾中华又争执起来 楼上楼下很多邻居都来看热闹 林志南父亲也回来劝 志南你傻呀 你这是让我们出洋相 让你爹 让你姑下不来台 有啥问题 啥矛盾 等我们走了 你们慢慢解决 林志南听了父亲的话 丢下提包往医院赶 终于拿到了号 医生诊断后需要照片子 又要等第二天来 林志南与父亲商议 决定回部队所在的县城照片 时间很晚了 需要现在车站住一宿 家铺一人一元钱 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 林志南就回家拿提包 岳母问为什么不回来住 林志南对岳母说 这几天你很好 我父亲 姑妈都感谢 以往有对不住的地方 我以后一定纠正 我要努力像对待姑妈一样 对你好 但对中华 我一定要制止他 治好就过 治不好就散 说到几天来 带着两个老人挤公交车 烧香拜佛 求爷爷告奶奶 人生地不熟 九九八十一难 都遇到一起了 林志南当着岳母的面 眼泪直流 嘴唇激烈地抽搐着 中华不理解我 不通我 反而动不动 再给我加气 我受不了 我挺不住呀 林志南以伤心的笑颜 照料着二老 终于回到了部队 林志南姑妈和父亲 辗转来到部队 战友们送来了椅子 厨具和急用的米面油等 还通二老拉起了家常 让他们暂时忘掉 身心的不愉快 刘逸穿着变装突然来了 自从怀孕后 她很少光顾 待刘逸坐下介绍后 林志南问 有事吗 没 没什么 不急 刘逸详细询问了 林志南姑妈的病情 对林志南说 老人家很可能得的是 慢性骨病 照了片子就能确诊 如果是股病 也不要迷信大医院 部队附近县城 有个资深医生 治股病股伤很在行 花钱也不多 你可以带老人家去看看 我带我妈去看过 看得准 很有效 还有 二是有家股科医院 自制一种黑膏药 也可以买回来贴贴看 刘逸一番话 听得林志南和其姑妈 父亲都愣了神 刘逸称出去半点事再转回来 姑妈当着林志南面 一直夸刘逸 聪明 贤惠 体贴人 没架子 跟小云有的一比 一定是有大福之人 感觉变异下好了很多 刘逸又来了 这根拐杖是五年前 给我妈买的 她说家里有 就没有带走 这些就衣服 也是我妈留下的 说让我送人 老人家如果不嫌弃 就先用着吧 谢谢 谢谢 林志南姑妈笑花了眼 其实林志南也常给姑妈寄钱 让他买穿的 可他要么舍不得花钱 要么花了钱买不到合适的 包裹里有一件新衣服 是临走时小云送的 可林志南姑妈就是舍不得 顾不得穿 刘逸走后 姑妈叹口气说 顾中华有着女子一般笑心 热心就好了 都是命呀 命里有的终归有 命里没有 莫抢求 林志南姑妈讲 小云去年也结婚了 嫁了一个师范毕业的同学 男的在县城教书 对小云可体贴了 现在小云也怀上了 下半年也要生孩子 经过照片后确诊 林志南姑妈是腰椎骨质增生 压迫神经 致使全身疼痛 直不起腰 走不了路 医生开了些 遥物外肤治疗 并建议做一些按摩和适度运动 林志南父亲考虑到正式农忙时节 林志南工作也多 住房又紧张等因素 想尽快回M线 在部队住了五六天 就一起返回二室 直接去了留意介绍的那家骨科医院 在附近找了旅馆住下 第二天上午挂号买了 100张自制的黑膏药 就直奔火车站 顾中华也来送行 林志南望着风竹采年老太龙中的姑妈 他们带着希望而来 怀着失望而去 姑妈常说上了年纪的人 说断气就断气 但愿这次一别不是永别 好再给个机会让林志南静点笑 补点亏欠 火车呼啸一声撞击着人心开走了 林志南流着眼泪独自先行出战 把顾中华远远丢在后面 固执的姑妈说过的生二胎 和多字找对象的事 之后再也没有提及 他是带着遗憾和不满离开的 邝正伟事后很关心林志南姑妈之行的情况 林志南也如实向他汇报 邝正伟听完叹口气 也许住房这么紧张 老人们根本不该来 当了干事还亲自打字呀 见识刘毅进来 林志南急忙起来让座 哪里有干事 这里只有一个试用的 一多不压身吗 林志南十分感谢刘毅 幸好有你的介绍推荐 我们少跑了太多冤枉路 这几天耳朵没发烧吧 我俩谁跟谁呀 小时一桩 喝足挂齿 该不会有人说我坏话吧 刘毅开心地反问道 没有 好话还说不完呢 你知道我姑妈猜你会生男孩还是女孩 林志南问 猜不出 老人家认为是 刘毅很感兴趣 我姑妈说 你最想要什么就是什么 心想事成 两人都笑了 我要休产假了 刚才找勤干事 打听一下新生儿落户政策和手续问题 自考的事就拜托你了 收到合格证 最好是两张 你就替我保存着 下半年开不开考 报不报名 有新情况及时通报我一生 那天去宿舍找你也想说这件事 刘毅把写有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稿纸 递给林志南 是 坚写写完成任务 林志南 林志南伸手做了个向手掌行军礼的动作 不过 不过下半年 林志南 还想问些什么 不过什么 什么下半年不下半年的 刘毅纳闷了 你还没打算调走 林志南问 怎么 你要赶我走 刘毅说 异过这件事 但现在是百万大裁军金简整编的 街骨眼上 到处都裁员 谁还有多余的编制肯接收我这个 特殊时期的特殊人才呀 即便有单位接收 要我马上走 我还留恋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这里的人 说完扫是林志南一眼 刘毅说到这里 两人久久无语 仿佛马上就要分别 从此天各一方式的 李主任 见李天良主任进来 林志南急忙站起来 刘毅也只好告辞离开了 坐下吧 李天良主任说 现在上上下下 正处于金简整编的特殊时期 我们部队 虽然属于保留单位 编制也变化不大 但人心普遍浮躁 你对新闻报道和文化教育 有什么具体想法 怎样通过做好这两项工作 促进部队的稳定与建设 李天良主任说的这两项工作 都是林志南的职责范围 接收两个月了 没有烧起三把火 他也很苦恼 送走姑妈后 林志南也认真思考过 先说文化教育方面 我的想法是 经济大专班的流产说明 自办大专班的路子 是很难行得通的 今后应当 以参加自学考试为主 以宋沛为辅 来进一步提高部队 现有军人的文化水平 文化素质 要给自学考试者 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首先要从观念上 支持理解他们 不要动不动 就用不务正业的高帽子 给他们戴 要帮助他们协调工学矛盾 达成双赢 其次要给学习有成者鼓励 可否拿出一定的经费 对获得单科结业证书的同志 按科与奖励 财务上不好处理 保销书籍也可以尝试 你的这个想法可行 李天良主任肯定道 你可以把这个想法 写个简要书面材料 完善后交给大队领导参阅 新闻报道方面呢 这方面我的看法是 林志南说 由于我们部队战备任务的特殊性 很多方面对其他部队缺乏普遍指导意义 加之 我们新闻报道对无基础还很薄弱 所以除了战事合围的一个豆腐快捡报外 其他均为零 但并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这项工作 我们应当把新闻报道与促进部队工作向结合 现在打字机 油印机也用起来了 我们可以利用新闻报道组采写的稿件及其他材料 定期或不定期的引发内部简报 发给各队处参阅 并选择合适的稿件向新闻媒体投稿 起到一时二鸟的效果 李天良主任对林芝南的设想大家赞赏 同意先着手干起来 等大队领导同意后就正式实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